点论论文 盖文章 金国之大也不朽之盛事 啊 快完成了 什么事大呼少叫 大呼 七大快攻进来了 什么 建安七派 竟然围攻我光明鼎 哼 门都没有 自古文人相亲 他们谁也不服谁 每个人都想争天下第一 领导文坛 这次围攻我光明鼎 无非就是要我给个答案 册封其中一人 为天下第一 但是每个人擅长的文体不一样 各有幽灵 谁当天下第一 当有人不服气 这群家伙 今天非得叫你们心服口服 这才是什么人 各大掌门 立临光明鼎 不知有何赐教 哟 今天曹丕一身尽装啊 曹丕今天有备而来 他为什么可以穿得比我们帅 七大派来到这里 说来惭愧啊 不过就是图个须灭 到底谁手中的笔够劲 到底谁是天下文坛第一 各位都是一方之霸 各有所长 何必争这个文坛第一的封号 听了 你问我谁是天下第一 这真的很难评 王灿瓷腹下下叫 徐干琪琪香匹笛 张衡蔡雍怎么样 差得远呢比不上 有眼光 其他体材的文章 没有瓷腹来的妙 张表书记谁最好 当今世上有梁宝 陈林阮宇呱呱叫 这中看 但其他体材的文章 嗯 阮宇呱呱的情意还不赖 阴阳文章 平和少熊剑 刘真文章 熊剑欠细命 至于孔戎吗 铁智弃运都高妙 议论弱 礼不胜词 嘲弄细虐也不少 媲美扬熊汉班固 你们问我谁是天下第一 叫我考一百分比较容易 哦 好累好累啊 我说 每一个文员各有所偏 不可能个体兼备 以文类来说吧 就分了好几种 写作方式也不同 奏译是上行文书 行文要典雅庄重 书论是说明事理 行文要条理清晰 名类用于赞扬 行文贵在合乎事实 师父用于书情 行文要求词彩华美 还有啊 文以气为主 文章的表现 主要细于作者的财性气质 财性气质或轻或浊 便形成文章不同的风格 不是勉强就可以获得的 就像音乐 曲调虽然相同 但演唱吹奏时 运气吹奏的轻重强弱程度不一样 加上本性灵巧笨拙的差异 即使是父兄 也无法将他转移给自己的子弟 阮宇 您说是吧 说的没错 像我这种天资聪颖的 毕竟是少数 所以说 不管从文类 还是文气上 都可以看出 文学和个性 关系密切 所以应该神级以惰人 不要用自己的长处 批评别人的短处 七大派掌门 请回吧 光明顶 是无法给诸位答案的